Boss Mind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峰 Hello 我是TC 上兩期TC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看視的心得 以及一些PiSection加智能系統的應用 今天TC又帶了些什麼給大家 小峰 厲害 我帶了一些再正一點的陰陽足組合給你 你猜猜是些什麼 怎樣正法 如果這個陰陽足的組合 配合 ACEPO的指標的話 真的成功 可以真的賣在最低位 是不是這麼神奇 不如馬上看看 你猜猜我這次用哪隻股票 我相信很多人會吃的 在美股上面 NVDA、NVIDIA 很旺啊 是呀 我們不如去看看 真的剛好得那麼巧 在10月份的時候 大家看看 入網10月中的時候 真的出現了一個訊號 這個訊號有個學名 叫做身懷六甲 即是大老婆 那身懷六甲訊號一出的時候 我們大家看看圖 我們當時 雖然ACEPO系統 紅燈紅線 但是 我們有一些追蹤指標 加上我們ACEPO的獨有吸醜訊號 當時告訴你 其實呢 那些大戶好像在賣貨 那些吸醜訊號 是不停地出 那最終 我們的追蹤訊號 告訴我 開始向好的時候 你猜一下 我們賣了在低位的時候 之後 NVIDIA的段落 大家都猜到了 很誇張 很誇張 足足接近兩倍 厲害啊 因為大家其實留意到 這隻東西的時候 它已經是升了很多 才發現 但是原來這個組合 加上ACEPO系統 可以幫我們 足在最低點 或者叫做 足底訊號出現了 沒錯啊 而且你看到圖 就算它 我們叫回踩 它回踩完之後 第一段浪 你都很輕鬆 吃了56% 當我們叫回踩完整 我們又叫做 繼續開藍燈藍線的時候 其實那一段浪 足足真的是兩倍 那就是說 無論是第一段的 開始的升浪 去到第二段的升浪 也好 其實用ACEPO的系統 都可以成功吃光糊的 除了NVIDIA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股票 都出現過這個 身懷六甲再加 逐底訊號 雙重確認的組合 一定有 我又介紹多隻 我相信這隻大家都不陌生 Testra 都是微估 這次更厲害 我想聖誕節 如果小豐 有人送一份很大的聖誕禮物給你 我相信你很開心 就是聖誕了 有什麼送給我 那我們看一看福圖 2022年的聖誕節 約摩12月份 你看看福圖 他不止出一個身懷六甲的 太陸哥信號 他起過媽媽 他出兩個身懷六甲 你看看 之後 打媽神 沒錯 再配合了ACEPO的足底訊號 你看看 那個足底訊號出得這麼頻密之後 再加上後期 還有一些追蹤指標 都告訴我 確認是一個升勢的開始的時候 這一段很輕鬆 89% 那我們一定要多多留意 這些新懷六甲的訊號 再加足底的指標的出現 真的可以隨時買在最低點 滿足了我們的心理 沒錯 買在最便宜 因為尤其是一些我們叫做 質素比較好的股票的時候 很難得會比我們 有一個賣在低位的時候 即是未來我當 美股如果調整完成的時候 大家多多留意這些大價股 去尋一下寶 尋一下這些訊號 還有在美股的市場來說 真的有很多股王的誕生 對比起港股來說 港股的人真的越買就越低 越買越低 但是這個組合 在美股來說 可能真的很容易就做到一個 撈底的動作 沒錯 我希望未來的日子 我們如果真的見到這些訊號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通過這個Bossmark的平台 可以分享給大家 其實如果你看到這些訊號之後 我們會不會用期權去操作呢 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基本上 出現三懷六甲的很多時候 都是一些見底訊號來的 我們很容易選擇的話 我們只有一個方向 就是買call option 是 就不會兩邊買光 博它再跌長一點 沒錯 因為而且一個獨特性 就是如果你買call option的話 最大的風險大一點 我們最大的風險大家都知道 我們只是會輸完期決金而已 嗯 就不會說去short它 或者博它跌不下 會轉彎 不會的了 因為美股的獨特性就是 你也知道 它一剪開升浪的時候 美股很誇張 可以夾死你 可以夾死你 還有一個升浪可以說 升幾十至一倍 幾十百分之一倍 嗯 好 我們就好好把握這些 做回Longside的部署 好了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Ace Pro系統 或者是TC去辨識這些Price Action的獨特心得 想有進一步的了解的話 也歡迎參加這個Boss Mind的分享會 也可以透過這個連結去點擊報名 我們下集再見 好了 下集再見 拜拜